大家好,欢迎收看《唐青看时事》 上海疫情未歇,北京疫情又起 上海觉醒,逃离中国,跑路天后被追捧 胡适70年前逃离北平,说下的名言是什么? 他在中国仍然被封禁 乱世保命的秘诀是什么? 中共内部至少存在三股反习势力 习近平面临完美风暴 中共以输而为师 莫斯科号沉默打击北京对航母的信心 北京市4月23号的疫情记者会宣布 22号以来,北京累计报告20例感染者 已经引力传播一星期 感染者人群多药活动范围广 涉及多条传播链 所以情况紧急,形势严峻 会议宣布全市上下要饥客行动 坚决打赢疫情主机战 近期非必要不出京不去中高险风险地区旅行或出差 7日内不聚餐不聚会不前往人员密集场所等等 北京是否会像上海一样来个封城 现在搞得北京人人心惶惶 上海封控近一个月,疫情还没有完全转折 根据官方自己的通报 4月22号上海仍然新增本土感染者两万三千多例 当然这个数字还是有水分的 上海封城造成的乱象已经改变了很多人对上海的看法 但魔幻的现实仍在上演 4月22号,一部记录上海疫情的短片《四月之声》在中国走火 审查机构不断地删除和限制这个视频 以及它相关的言论 但是上海人在网上不断地转发 各路视频号轮番接力上阵转发 发了删,删了发 但无一例外都被司令市炸死 可大家依然是执着地转发 这个六分钟的视频 它的画面其实很简单 就是把最近三个星期 上海封城造成的乱象的对话录音汇集起来 背景的画面很简单 就是上海航拍的城市画面 也在动 它是黑白的 在配上音乐 录音就是收集了最近公开发表过的一些素材 视频的开头就是 3月15号 上海官员表态绝不封城 到后来开始封城 封城后 居民遇到的各类的生活困难和不公 包括物质短缺 含药物质 捐赠食物被遭到贩卖 幼儿和家长被迫分离 宠物被打死 并能求医无门 方舱环境恶力 还有疾控中心医师和市民抱怨 防疫政策不合理 居委会向民众哭诉 上级没有对策 内容其实相当平和 但是 中共网管的删帖就让上海愤怒 所以转发的不止一个 很多网友都转发 越疯网友情绪越大 不光上海 各地网友都参与到和官方对抗的这种转发当中 网上就流传的广东网信办和北京网信办的审查禁止 其中一份 写道 对相关涉及视约资深视频一律进发进转 全面清理 另一份就是要求各平台全面清理 清理甚至是相关视频的截图信息 并且举一反善清理变种图片 前环球时报的主编胡锡进 他在微博上还不识时务 为审查做辩护就遭到网民的痛骂 有网友写了一篇文章 叫今夜上海人跟一条视频杠上了 当然这个文章也被删了 文章说 这是一场事关尊严的前所未有的视频保卫战 声势浩大 拷拦壮阔 还有人建议把4月22号这一天称为 守虎日 虎就是上海嘛 守住上海人的尊严 我觉得上海人这一次他吃了很多苦 确实很多催人内下的故事 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 上海人就开始拜起作家张爱玲 说他是跑路天后 借此表达对当局的不满 就遥想他当年 如果不论会遇上什么迫害 论就是英文乱的谐音词 逃跑的意思 乱了逃跑 所以网民呼吁大家 能论就论 能跑就跑 论就成了流行用语 还有网友就在微博上贴上张爱玲的照片 写上拜祖师爷 祖师爷保佑我 拜了你能不能保佑我论吗 保佑我跑吗 张爱玲是1920年出生在上海 1949年中共建政后 张爱玲因为他是有名的作家 所以备受礼遇 但是1951年底 中共文艺界开始搞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 张爱玲就爱穿旗袍 他就遇到了麻烦 就一直对他李玉有加的上海宣传部长夏淹 某天就专门找到张爱玲谈话 说今后变一变装束吧 你穿中山装 莉玲装也许更好看 张爱玲马上感觉风声不对 他就自己偷偷的升起要去香港 1952年春 张爱玲的弟弟张子敬 他是最后一次见张爱玲 他问姐姐将来如何打算 张爱玲说 连旗袍都不准穿了 暴风雨就要来了 1952年7月 张爱玲几经周折办好了复照 他只告诉了跟他朝夕相处的姑姑一个人 而且为了怕连累姑姑 他们还约定以后不打电话不通信 所以32岁的张爱玲那个时候 只剩一人穿着旗袍到了香港 之后又迁居美国 1950年到1976年 中共大搞三反五反 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等政治运动 社会动荡悲剧不断上演 张爱玲就写下了《央歌刺地之恋》等小说 因为他揭露了中国当时的现实 就被中共批判为毒草 还有个故事 1948年胡适 也是一个很有名的文学家 他离开大陆之前 他夫人对儿子 胡适度 身内俱下的说了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但是他的儿子顽迷不化 他说 我又没有做什么害共产党的事 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 胡适他是知道 他是知道共产党的厉害的 他是心如刀绞 但是无可赖 1950年 中共就发起了胡适思想批判运动 胡适度他作为胡适的儿子 他表现积极 登报 公开批判父亲 1957年 中共发动反右运动 胡适度就被定为右派分子 9月21号就被迫上吊自杀 年仅36岁 那么胡适呢 他就有幸 他就逃到台湾去了 他直到62年 1962年病逝 他对儿子去世 几年前去世的消息还不知道 所以就是中国 就是两岸就是这么大的差别 因为当时1918年12月 蒋介石曾经对北平的文化名流 胡适啊 陈寅雀 冯友兰 吴涵等人就发起抢救运动 当时好多啊 当时号称中国的那种 有一大批的文豪啊 号称国师啊 国学大师等等大师级的人物 就是把他们带到台湾去 当时的那个民国政府的代表 就在北平召集这些知识民流 开座谈会 力劝他们赶快上飞机走 当时在座的名人 他们听了之后鸦雀无声 不置可否 那么当时是胡适打破沉默 讲了那句 据说是当时天下皆知的名言 说美国人来了 有面包也有自由 苏联人来了 有面包没有自由 他们来了 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 他们指的就是共产党 就是当时共产党来了 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 不过这句话当然是被中共封杀的 但是在今天看来 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后来的情况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没有去台湾的很多名人都遭到中共的整数迫害 包括我讲的国学大师等等 就是甚至死得很惨 胡适的学生吴涵 就是个典型例子 他死的时候头发都被拔光了 那个时候共产党也叫胡涵做胡适的工作 想把胡适拉到中共那边 叫他不要离开大陆 不要去台湾 但是胡适有先见之明 他就他走了 所以吴涵他在狱中去世 死因不明 骨灰至今下落不明 有个作者陈彦 他就写了一篇很深刻的文章 叫觉醒的预判才是保命于乱世的抗体 文章就举了上面我说的张爱玲和胡适的例子 文章说预判的前提条件只有一个就是觉醒 上海这次不但没有名人写日记 而且许多名流精英 哭爹叫娘甚至临时都不知道咋死的 那个文章说 其中有著名作家 有小提琴家 有网络证券从业18年的副总 有退休检察官 有一直听党话的著名编剧的父母 有著名经济学家的老母等等 他们智商一流 情商一流 但是遗憾的是他们的觉悟不入流 文章说与之相反的是 从武汉到西安 从吉林到上海 来自全国各地 我们几乎从未听说过哪个觉醒的人 揽过病毒 也从未听说过某个觉醒的人 呼喊过断粮危机 也从未听说过哪个觉醒的人 静默期求医无门的尴尬 更没听说过哪个觉醒的人 痛不欲生自杀过 觉醒关键时刻能够保命 这不是一句狂语 而是乱世 体面求生的真理 文章还引用亚里斯多德 2500多年前的话说 人生的最终价值在于觉醒和思考 觉醒后的思考 可以遇敌于千里 遇敌于千里 这是作者自己说的 当然这是在上海 清醒过来的人 其实也不少 因为想逃离上海的大有人在 英国金融时报采访了十多个移民机构 报道就指出说 高压的清零政策 让部分富裕阶层和中产家庭考虑移民 香港福克斯传媒旗下有一家平台 四月中 对住在上海的950个外国人进行调查 结果表示 有48%的受访的外国人表示 如果不是马上离开 也会在今年12个月之内离开上海 37%的人表示 他们会坚持到疫情结束 再看情况是否好转 再决定去留 所以以上两个加起来 就是85%的人 他都想离开 有一个叫朱山娃的推特网友 就分享了他逃离的经历 他说 没有任何逃离的喜悦 心中满是苦涩 走在空无一人的街上 无比凄凉 上海我深深爱着的故乡 你又何以致辞 批服无力 在更严厉的寂寞前 幸运地拿到了路条 我偷偷地开车 加上共享单车 再加上走路去机场 连滚带爬地离开了上海 大家知道上海号称是中国 首善之区 GDP全国第一 文明程度号称全国第一 为什么会这样呢 微博上有一个网友 就大胆地写出了真相 说上海政府 真的把我们逼到了墙角 他们根本不把我们当人 还有人说全国骂上海 上海人却说骂得好 理由是现在上海 绝不是上海人的上海 是中央的上海 是全国的上海 所以大家都很反感 中央政府和上海政府这么干 这不光是上海 香港这个国际大都市 在执行中共的清零政策后 也导致人员大量逃离 根据移民的数据 2月份和3月份超过 18万人离开了香港 只有大约3.9万人 进入 进入香港 而且逃离整个中国的 也不在少数 驻华欧盟商会会长 吴德克就估计 自疫情大流行以来 大约50%的欧洲侨民 已经逃离中国 他告诉CM 说今年夏天学生放假后 可能还有另一波 外籍家庭外流 就离开中国 如果剩下的人再走一半 我也不会感到惊讶 这是他的话 而驻华英国商会 最近的一份报告 也说在中国的国际学校中 至少40%的教师 将在新学年之前离开 因为这就可能 促使更多的家庭也搬迁 所以这就是目前 上海还有中国 这种清零政策 这种非常没有人性的封城 就导致很多人想 逃离上海逃离中国 那我们再来看 习近平在今年秋天的20大 他想打破规矩 再次连任中共最高领导人 不过自由亚洲电台的 专栏作家魏普说 他面临完美风暴 完美风暴 就是形容许多糟糕的事情 同时发生 是局面糟糕到不能再糟糕 作者说 习近平的完美风暴 至少是由这三个连怀灾难构成的 一 联俄靠美无法收场 二 清零政策引发敏怨 三 反习力量此起彼伏 文章就列举了说 中共目前 它内部至少就存在三股反习势力 包括拥护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官员 一些反习的洪澳代 还有以江泽民 曾庆红为代表的 借助改革开放 闷声大发财的中共权贵阶层 所以这三股势力 那我再谈一件事 对中俄两国的军队造成重大影响 最近俄罗斯海军黑海旗舰 莫斯科号被乌克兰反舰导弹击沉 俄罗斯王牌战机苏35在乌克兰被击落 因为中共的战机和航母都是源自苏俄军队 在苏俄战舰和战机上改造的 那么比如说中共它的第一艘航母 辽宁航就是从乌克兰购买的瓦梁格号改造而来 这个瓦梁格号是因为苏联崩溃而没有完全建成的航母 它是前苏联设计的 如今就成为中共海军的关键资产 而且中共的歼15飞机也是上世纪70年代苏联设计的 专家就说老大哥都没法克服的难题 这个苏俄它的那个航母战机都被乌克兰都被打掉了 那你怎么能超过苏俄 你怎么能打过美国呢 就是这样一个意思 所以《日经亚洲评论》的资深记者 钟泽克二他最近刊文 他就说俄罗斯莫斯科号沉默 对中共官员的思想产生重大影响 他可能动摇习近平的对中国航母的信心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谢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谢谢观看